今天的影片是我认为我写过最棒的稿子 不是因为我其他稿子写得太烂 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大胜利 而且是一个大启发 是一个生命的胜利 是一个家庭的胜利 是一个基督的胜利 跟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一样 今天一开始就来先告诉大家 今天的新闻是一则好新闻 一条胜利的新闻 是关于Mark Hawke 一位知名的天主教徒 支持生命的天主教徒 他在我们的司法系统里面 打赢了可怕的暴政 让我们开始先看一下 他们胜诉的时候 在法院门口的祷告 and always those willing to pray Lord we know the power of prayer we know it moves mountains we know that with prayer we can do anything with you Lord we can do anything and so once again we just gather as a final time here in front of this federal building we pray for all those in it we pray for all those collaborating in it for good and for bad perhaps for evil we pray for conversion for circumcision of hearts that need to be circumcised whether it's we pray for our brother Bruce Love and Dale Steinberg and the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 Pennsylvania we pray for their conversion work we pray that through this victory today that the pro-life movement will be emboldened and that more will come out more will get involved be encouraged by this result knowing that they're fully protected under the law that they do not have to fear and that their rights will not be infringed upon as mine seem to be we thank you for my son the great courage that he had to get on that stand proclaim the truth and become the star witness of the witness that no one could refute thank you for the strident, stalwart, faithful wife my bride, Ryan Marie for her yes to me 16 years ago and her love for her family hallelujah thank you for the McCarthy family who love me as a son my mother truly my mother loves me as a son and I just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hank you God praise you Jesus in your holy name praise you Jesus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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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庆幸的就是 我们终于对左派开始彻底宣战了 川普上个星期一发布的影片 说会全面的禁止变信员的议程 这个是目前所有的共和党人 所有保守派的政治人物 都不敢说的 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 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没有从Google 或是YouTube的广告上面 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100%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 需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 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 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一直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欢迎保守派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的帮忙 美国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国家 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 是有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多元的国家 需要一群基督徒来建立 最繁荣的国家 需要一群基督徒来建立 现在我们需要一群基督徒 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是伊藤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去年9月 一个星期五的早上 超过20名的联邦探员 冲进了一名嫌犯家里 这个人被指控 触犯了联邦重罪 根据联邦政府指控 这个人应该要在联邦监狱里面 待上10年以上 11年 to be exact 这个联邦重罪的这个刑犯 名字叫做 Mark Hawkes 那不管这个联邦政府的指控是怎样 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恐怖分子 贩毒分子 或是什么性侵小孩的变态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担心 他会是那个 因为如果他真的是那样子的人的话 FBI根本不会管他做什么 那FBI为什么会注意到 他呢 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七个小孩的父亲 他还是一个支持生命反对堕胎的人权主义人士 而且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 Mark Hawkes 被指控他违反了FACE Act Freedom of Access to Clinic Entrance Act 自由进出诊所出入口法案 那他做的事情应该是就是阻止了某些病人进入 或是离开医疗诊所对不对 而且是最近才发生嘛对不对 但其实他被捕的罪名是发生在一年前2021年 当时宾州的检察官他不是一个极端右派分子 已经看过这个案子了 然后认为说根本不应该有任何起诉啊 根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啊 事情经过了一年 拜登政府决定再看一次这个案件 认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罪名不只成立 这个犯罪行为不但一定有发生 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极度危险 极度邪恶 所以他们应该要带着枪冲进他家 在Mark七个小孩的面前 一大早把他爸扛出去 靠上手铐 而且如果他们可以成功的定罪Mark的话 他们应该要把Mark关进联邦监狱里面11年 就搞了半天 他们没办法定罪Mark Hawke 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审判 陪审团不认为Mark Hawke 是拜登政府说的这个又危险又邪恶的恐怖分子 法官Gerek Pepper当下问起诉的这个检察官 你不觉得说他违反了Face Act 这个说法有点太薄弱了吗 Stretch too thin 结果果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指控就是太薄弱了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 Mark Hawke没有阻挡任何人出入堕胎诊所 当然就算他真的挡了那个人 就算他真的有挡人 也不应该把他关到联邦监狱里面关11年 如果我是个有权利的人 如果今天我是美国总统的话 他在堕胎诊所前面挡人 我还会颁奖给他 而且他7个小孩以后读私立学校 还会有奖学金 政府不给 但是就算是我们一定要看这个Face Act 一定要执行 这个法案是一堆屠杀婴儿的诊所 跟心理变态的说客 在政府游说下创造出来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法律 杀婴儿的法律 就算是以他们的标准来看这个案件 对于Mark Hawke一家人也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现在事发当时的影片已经出来了 这个星期才释出的 Fox News的Sean Hannity 几天前在他的节目上公布了这个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 了三个节目下 對 就是這個樣子 拜登就想要把一個這個七個孩子的爸爸 關進監獄裡面 因為他推了一個殺嬰兒 而且還不斷騷擾他兒子的變態 他沒有站在墮胎診所門口 他站在了轉角處 他有權利站在轉角處 任何人都有權利站在大街上 站在人行道上面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說法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在一分之間的距離離 之後已經在一種距離 他現在他在生意中的距離 現在他在生意中的生意中 有朋友們來過 正在祈禱 他在祈禱 我兒子在走後 我可以看到他在生意中 有發生的發生 有更多刺激 我經過我兒子 在這時候 那這個肚胎診所的 工作人員說這全部都是假的 OK 當下沒有聲音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你可以選擇相信Marco 或者是選擇相信一個 花時間專門帶女人進入墮胎診所 然後讓那個女的可以殺死 自己孩子的一個人 我知道我相信誰 各位觀眾可以自由選擇 那不管我們相信誰 一整個經過就是一個推擠而已 他把那個人推倒了 他推了一個人就是推了一個人 那你要的話 你可以請那個工作人員推回去 甚至推他兒子 不管怎麼樣 請25個FBI的探員拔出槍來指著他全家人 抓出來丟到聯邦監獄裡面關11年 都非常的不合理 美國過去這十幾年 法律都是在說政府執法太過當了 OK 賣毒的人也很可憐 對不對 幫派打架也是常常逼不得已的 打砸搶闖空門 很多都是警察執法過當 只要是這個樣子的情形出現 OK 真正的犯罪情形出現了 他們就全部站起來 OK 默哀 手上握著這個美國憲法 嘴裡喊憲法第八修正案 只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打擊犯罪 因為這些犯罪已經讓各大城市 美國各大城市沒辦法住人了 家庭在那邊根本沒辦法養家了 但是你看他們對於警察執法過當的受害者的愛心 關懷消散的多快 只因為那個人是一個支持生命的天主教徒 他們現在反而是站在警察這一邊 OK 站在FBI這邊 OK 把一個一般是給強姦犯持槍搶劫的暴力犯罪的人的罪行 丟給一個支持生命的天主教徒 那他們會這樣做其實沒什麼好訝異的 因為他們雖然每天在那邊喊執法過當 但是在1月6號的時候 警察開槍打死了一名進入國會的退休女兵 他們反而開心的揮舞著他們的驕傲期 OK 感謝這個首都警察 那遇到每件事情 我們都一定要問 為什麼這個樣子我們才會進步 為什麼拜登要針對這個7個小孩的父親 為什麼拜登這麼想要摧毀這個人的家庭 把他關在監獄裡11年 為什麼拜登這麼堅持的 一定要做這個樣子的事情 Well 就是這麼的明顯 他們想要摧毀那個人的人生 因為他們竟然敢做政府不允許的事情 他們竟然敢依照聖經的律法為了弱者發聲 而不是遵循沒有看過聖經的基督徒的律法 說什麼我們要完全順服掌權者 在上掌權的一切權利都是來自於神 那我的話就是神的話 我做的事就是神做的事情 拜登的想法 OK 另外一個拜登想要摧毀他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可以摧毀這個人 這個人可以成為一個殺雞儆猴的效應 就跟在城牆上面被斬的頭顱一樣 就跟在城門口被吊死的海盜一樣 他們不公平的待遇可以讓所有的人看見 讓所有的人害怕 這樣子的話就沒人敢跟他們一樣 沒人敢起來抵抗政府了 這是一個非常常見 而且又非常有用的手段 你可不可以問一下 那Jack Phillip 大家應該還記得他 你不要看他好像人很好的樣子 其實根據左派的形容 他就是一個張牙無爪 可怕的惡魔 一個壞人 他就是在科羅拉多州 拒絕為同性殿婚禮做蛋糕的蛋糕師傅 他的行為讓同性殿的伴侶們 就是身心俱烈 痛不欲生 然後就打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聖書的基督徒蛋糕師傅 就算是判決聖書了 他還是不斷的被告 每隔幾天就會有一個左派的人士 要過來搞他 叫他去做一個什麼 耶穌在抽大麻的蛋糕 一個魔鬼有巨大生殖器的蛋糕 他因為跟他的信仰不符了之後 所以就拒絕這些東西 所以就被告上法庭 最新一個案子他就打輸了 因為這位顧客要他做的是一個 變性人專屬的生日蛋糕 這位顧客, Autumn Scardina 他叫我們上來 他當時他們會取得我們的案子 在美國的案子 在2017年 他叫做個案子 你所說的 這位顧客是黑色的 在外面上 和黑色的案子 他告訴我們 那些顧客的顧客 是變性的 從男人到男人 在那一刻 這個案子變成了 我們告訴 Scardina 這位是個案子 我們不能夠表達 用的 我們會願意 讓這位顧客 任何人 是的,過了十年了,11年 Jack Phillip耐心地拒絕了一對同性戀的情侶 不幫他們在蛋糕上面作話 這個很重要 他從來就沒有說他不幫他們做蛋糕 也不是說不賣蛋糕給他們 他沒有拒絕說,我就是不服務同性戀的人 他說的是,我不能幫你們客製化你們的蛋糕 你們這麼愛我的蛋糕的話 我可以把我的蛋糕賣給你 但是在上面畫畫的話 你們可以去找其他的蛋糕店 他們可以幫你畫 經過十年了 十年是拜登希望這個Mike Hawkes 關在監獄裡的時間 LGBT的人花了十年的時間 來攻擊一個科羅拉多州的小蛋糕店的師傅 基督徒師傅 只因為這個人拒絕下跪 只因為他拒絕投降 花了十年的時間來攻擊 就證明說 左派這些人有多麼渺小 有多麼可笑 多麼噁心 他們真的是以為自己是這個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裡面的這個君子 只為了一個蛋糕他們要報仇 發動攻擊的人叫做 Adam Scardina 就是純粹就是要攻擊而已 純粹就是邪惡 純粹是一個陷阱 他一開始跟這個蛋糕師傅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做一個蛋糕 外面是粉紅色的 裡面是藍色的 然後Jack Phillip就說 OK好啊 Jack Phillip不是在那邊整問每一個人說 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下 這個蛋糕有哪來做什麼 裡面的顏色有什麼意義嗎 外面的顏色要幹嘛 你可不可以先寫一下這個表格 告訴我說 這個蛋糕在哪裡使用 然後會有誰吃 這都沒發生 Jack Phillip說 好 OK 然後這位 Scarina才說 那先說清楚 這個蛋糕會是在一個變性人的派對上面用的 代表我這個人從男人變成了女人了 現在越變越快樂 現在你還要幫我做蛋糕嗎 那你跟蛋糕師傅說著幹嘛 而且這個蛋糕我覺得根本是不必要的 我不覺得這個Scarina會有任何的朋友要想要去參加他的這個繩子派對 他刻意把Jack Phillip逼到牆角 逼他說不要 所以他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跟很多的金錢來跟他上法庭 這些人就是這麼的無恥 這麼的無知 而且這麼沒事做 他們就是這麼堅持 要你下跪 要你低頭 這兩個一個天主教徒 一個基督徒 Mark Hawke Jack Phillip 他們就是左派要抓起來鞭打給我們看的犧牲品 但是 他們卻成為了我們的啟發 成為了我們的激勵 他們讓我們看到了 如果我們不妥協的話會怎樣 如果我們不投降的話會怎樣 如果我們不對左派下跪的話會怎樣 他們同時也在利用他們的生命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需要投降 讓我們變得更有信心 不對的這個 在上掌權者下跪 很多人會問說 萬一我們被打壓的話怎麼辦 我們在經歷痛苦的話怎麼辦 經歷試煉的話怎麼辦 接下來這個影片是 Mark Hawke在法院的外面 出獄後被判無罪的第一次接受訪問 告訴我你怎麼能夠把你的信心帶給你 和你的家庭進入這步 我們不能夠把信心帶給你 你知不知道 從第一天 當我發現這個問題 當我發現這是一個問題 這就是一步的信心 在靠出了 在信心中 在祂的保護 他在每一步的路上 在通過祂的 通過祂的 會讓我教 en祭的小痛 所以就這就是課 祂就是大愛的 財力 財庭 這就純 zn耳口 我可以讓我回答 祂的 娘是 祂的 祖父 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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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的因素、為的動作、為的教育、為的基督 所以我們感到很高興 信仰已經帶我們到達到那一項目的 所以我們在信仰中 我們請神給我們更多信仰 今天在這個程度 通過Thomas More、Briant McMonicals Yes 我們有更多信仰和信仰在神 所以我們有很大的信仰 這是一個巨大的勝利 我們美國還有司法 我們還有標準 還是有道德的 不是政府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不是一個極權政府的勝利 這是一個保守派、基督徒的勝利 我們就是要堅定 我們就是要堅強 我們不能夠再妥協 除了剛剛講的這兩位 Mark Hawke 跟Jack Phillip 以外 還有一個人 他帶領了整個保守派的方向 喚醒了很多保守派人的聲音 上個星期四 他發布了他對於未來反對兒童變性的政策 真的是驚為天人 對於自己的氏派人的偏向 被托捕在 我們的孩子 是一個圖刑固域的 很簡直的 很簡單 這裡是我的計劃 對於自己的偏向 化學生的 育藥和感染 我們身體的 上一天 第一, I will revoke Joe Biden's cruel policies on so-called gender-affirming care. Ridiculous. A process that includes giving kids puberty blockers, mutating their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ultimately performing surgery on minor children. Can you believe this? I will sign a new executive order instructing every federal agency to cease all programs that promote the concept of sex and gender transition at any age. I will then ask Congress to permanently stop federal taxpayer dollars from being used to promote or pay for these procedures and pass a law prohibiting child sexual mutilation in all 50 states. It will go very quickly. I will declare that any hospital or health care provider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chemical or physical mutilation of minor youth will no longer meet federal health and safety standards for Medicaid and Medicare, and will be terminated from the program immediately. Furthermore, I will support the creation of a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for victims to sue doctors who have unforgivably performed these procedures on minor children. 所以川普会制定一个个人人权行动 让任何的美国公民可以告医生 如果那个医生帮小孩执行变性手术的话 但是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不只是说他会禁止变性小孩 他甚至在说所有这个样子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不管几岁 让我们继续看川普总统说了些什么 We will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about the nuclear family the roles of mothers and fathers and celebrating rather than erasing the things that make men and women different and unique I will ask Congress to pass a bill establishing that the only genders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re male and female and they are assigned at birth the bill will also make clear that Title IX prohibits men from participating in women's sports and we will protect the rights of parents from being forced to allow their minor child to assume a gender which is new and an identity without the parents' consent The identity will not be new and it will not be without parental consent No serious country should be telling its children that they were born with the wrong gender 川普在提倡的东西就是全面禁止变性人跟变性手术 而且是从全国全美的各个社会层面都会禁止 这就会让所有的人想起来说 为什么我们会一开始要支持川普的原因 勇气独特不害怕不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保守派基督徒会这么爱川普的原因 同时也会让我个人想起来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所谓的党内初选 因为川普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来要废止这些变性人胡扯的议题 全美国已经有很多的州很多地区的立法委员 在川普之前就已经提出来要制裁这些变性人的左派议程了 Glen Youngkin 迎得维基尼亚州州长的职位 就是针对儿童变性的议程还有儿童性教育 田纳西的立法委员也刚立法来去阻止这样的事情 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佛州的州长Frontis Santos 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他 他现在可以在共和党初选 好像可以跟川普较劲 就是因为这个议题 特别是在禁止小学在教导 而且把这些变性人的思维推行给小学生 既然Rontis Santos是目前川普总统2024目前最大的对手 所以现在川普宣布要做的比他更好 比Rontis Santos做的更多 至少现在是这个样子 而且还没有定型 我们还不知道Rontis Santos会怎么样回应 说不定他又会再发誓说 现在要比川普做的更多 还要更保守 还要更保护家庭 我知道很多人会不喜欢这种保守派互相攻击的样子 但是攻击有分两种 恶性攻击跟良性竞争 在那边胡乱指控 他就是Deep State 假基督徒 一定是零恩派 这种没有根据的话 就是很没有必要的东西 就是恶性攻击 很多人希望共和党党内初选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直接结束 他们要不然就是希望川普主动退出 然后帮Rontis Santos背书 然后说什么 我们要把未来交给下一代什么什么之类的 或是他们希望Rontis Santos拒绝参选 然后帮川普背书 但是其实党内初选最好的地方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们会逼着这些候选人 互相竞争 良性的竞争 帮着家庭 帮着价值观 帮着孩子彼此竞争 来得到你的选票 党内初选会让候选人变得更强壮 而且会显示出来 哪些候选人有软弱的地方 而且为了凸显自己更好 更良善 更保守 更爱家庭 做出来一些承诺 而且我们的候选人 跟左派民主党候选人不一样 民主党他们每一根就在 选钱说一套 选扣做一套 整个共和党却因为川普的关系 变得非常信守承诺 而且也因为 Ron DeSantis出现的关系 逼着川普 一定要回应很多他原本做错的事情 例如说他对于疫苗的观点 他就说他当选总统的时候 会使用国安部的力量来调查那些药厂 而且各位要知道就是 我们离RNC 就是共和党党内大会 还有16个月 各位可以想象 经过这个样子的良性竞争 为了人民的权益竞争 为了家庭竞争 为了基督教价值观竞争 出来的共和党总统提名 会有多强壮 会有多么有定力 会多么爱美国 会多么爱家庭吗 说真的 如果你是个同性恋人的话 你应该要跟我们站在一起 川普并没有反对同性恋 基督徒也没有反对同性恋 我们反对的是奸淫的行为 而且我们要的是每一个人认罪悔改 而且川普反而是帮同性恋 平权做的最多的 而且拨款最多的总统 同性恋的想法就是 你的灵魂是放在错误的身体 你虽然是个男的 但是你却喜欢男人 你没办法改变你的性别 所以没办法 女人的话就是vice versa 但是变性人就是在说 性别一点都不重要 你的性别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 可以随便改 简单的说就是变性人 基本上就是在侮辱同性恋 同性恋这些人权人士 好不容易透过人权运动 可以做一些什么了 好不容易可以在法律层面 可以有人权了 可以有配偶了 变性人是在告诉你说 你真的在干嘛 你只要破坏自己生殖器 不承认自己的性别 什么都不要在乎就好啦 所以支持变性一层的同性恋 我只能跟你说 你根本就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 跟伤害自己的权力 甚至可以说 你是在践踏之前 为同性恋的人 争取权益的人权人士 那么我们说回 共和党的党内初权 如果没有党内初权的机制的话 这一切就只会 变成就是听党的话 就变成跟加州的共和党一样 派出来一堆 我们不认识的人 没人知道 然后不知道出来要干嘛的州长 出来被民主党吊着打 所以说我对于2024的总统大卫 还有接下来共和党 是非常看好的 非常有盼望的 就跟我上个星期 还有一开始放这个 Mark Hawke的这个影片说的一样 被攻击不一定是坏事 被打压反而应该觉得很荣幸 互相竞争 彼此磨练 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透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会变得更刚强 变得更有力量 社会才会变得更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